这两天老是停着猫叫声 开始还以为是露露叫 因为跟露露的口音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那种奶鸡鸡的非猪流的猫叫声 但是有时候露露明明就在旁边啊 明明没有叫啊 难道是我换停了吗 五一也是经常无言无故地冲我穿的乱叫 觉得视频并没有这么见的 于是我打开监控看了一下 一会就想起来 再吧 对 那个 我们对 我们来说 这是 我 是不是 我 你 我 我 1 3 1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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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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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猫妈果然还是在带宝宝的阶段 幸亏上次及时的把它给放回去了 就是让我没想到 它被抓过了居然还这么信任我 敢带着猫仔子们一起来吃饭 现在搞得我有点激动了 好久没有见过奶猫了 真想立马就把它们绑架回来 但是思考了一下 觉得还是要慎重 万一晚上抓到的是猫妈妈 那我到第二天才发现的话 中间这段时间 小猫就没有妈妈保护 它们还这么小 自己也没有办法找到来我家的路吧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等到它们能独立生活之后再下手吧 这个猫妈很大可能就是露露的妈妈 因为这几个小猫的口音 真的跟露露一模一样 很少有猫是这种叫声的 之前喜欢露露的小伙伴们 可以搓搓手预备起来吧 之前很多人担心 林老师把流量猫们都送走之后 视频就不好看了 现在流量自己找上门了 猫可以慢慢抓 大家还是把名字先安排了吧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注别走丢 下期更精彩 拜拜 为什么总是要把 勾住了 勾住了 小小 注意点形象 你想出去吗 你要去吗 那你去啦 现场的爸爸要不要搭 要搭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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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